全新招失 哈囉大家好我是雷安 所以最近他們其實又釋出了一些新卡 那他們除了釋出一些新卡之外 其實還有釋出一些其他資訊 比如說他們有為每一個職業 就是在這個新資料片裡面訂定一個新的職業 比如說像是法師 就是關心者 所以我們就看到之前有那個關心者露娜 然后像是这个萨满就是气象学家的样子 还是应该就是气象学家 所以才会有显那个风起云涌的新元素 应该不是叫风起云涌 可是我详细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然后术士好像是灵魂研究一样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 看看到时候术士的传说手下是哪一张 然后每个应该说他们有 因为每个职业都有两个传说嘛 所以有一个传说是传说法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理论上就是传说手下 或是传说英雄 那传说手下或是传说英雄 他们其实就是他们新指派的这个旨意 所以像是术士就是风起云涌的元素 然后像是 不是术士 就是萨满就是风起云涌的元素 然后法师就是关心者 然后像是德鲁伊 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他是一个 就是研究植物 成长的憨宅 诸如此类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今天第一张憨牌 是这个凡人模组 是圣奇的24机械合体 圣盾术嘲讽手下 那这个其实还蛮有趣的 这凡人模组其实是在讲之前的一张机械牌 或那张跟大部分机械牌一样也都已经到开放去了 然后一样也是凡人开头 他是凡人机器人 可以看到他们其实有那么一点点像 尤其是 呃 都是黄框 只有都是一个金框一个黄框 看起来会更像 对那反正就是他一样是有圣盾跟嘲讽 然后 这个体质其实也有点像 有点像是直接把 凡人机器人直接称以2的感觉 然后就变成这个凡人模组 然后其中 说出来的嘲讽跟圣盾就变成一个新链 所以叫做合体 其实我觉得这张牌稍微有点偏弱啦 因为如果说我们看 呃 历史上的其他牌的话 应该说 就四肥 我有点希望他 再多做一点事啦 因为像是 呃 有其他 有嘲讽的家伙 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的体质啦 但四肥嘲讽比较经典 就是 呃 比如说 增金玉盾大师 那 那这里很明显就是牺牲了一弓跟一血 来换这个合体跟圣盾 那感觉好像有点划算 那好像又还好 不过就是 我们如果看5费这里 其实就有一个凤天机器人 然后他 呃 多一费 然后一样是圣盾嘲讽 然后 他又比这个多了一弓 这样感觉这张牌这样子比好像还不错 可是 大家要注意的是因为 凤天机器人跟这个 就是刚刚的塔斯丁狗 其实都没有进任何构组牌组 所以 凡人模组是必要比这两张牌还要强 也比较有机会可以进行构组 不过 有点难讲 因为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合体机制到底怎么样 不过合体在 这种高血的手下在 盛奇 上面应该是还好 除非你有带那个 疯狂炼金 或是 虚无撕裂者来做攻守护换 来打OTK之类 不过 说实在 4费 多4血 没有特别强 这张牌 应该还是要看他们 其他牌是什么 因为说实在 如果合体的牌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非常非常强的话 沉默就会非常非常多 然后沉默如果非常非常多的话 理论上合体牌就会非常非常弱势 所以 这张牌我还是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那 假设我们不看合体这个词材的话 然后就把它当作一个 4费2 4嘲讽 圣盾的话 那又觉得这张牌 好像又缺了那么一点东西 因为他 基本上没有任何 会被 就是抽出来的 东西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有的是那个 这个女伯爵爱希摩嘛 所以他没有冲刺生命窃取 也没有死亡之身 所以他其实 对女伯爵想要做的事情 他并没有帮助 不过要看合体到底 有多大的帮助 好 再来张牌 再张牌是这个战士的新武器 超级对撞器 然后是5费1 3 在你攻击手下后 强迫该手下攻击一个 自己旁边的手下 那 到底是攻击左边和右边 应该是随机的啦 那这张牌 其实我觉得 有两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就是 没有人用它 所以就 永远 这张牌就 火弱这样 然后第二个状况就是 大家都在用这张牌 然后 所以大家就会想办法 就是 让这张牌的 效益变弱 所以无论如何 这张牌我觉得都会有点烂啦 可以看出来它有点烂的原因是因为它是5费 5费其实并 就5费有点太高费啦 但它的 Showcase的影片是 它秀出来是 有两个三银巨人 然后三银巨人 互相自相残杀 可是 如果你知道 对手是战士 然后有带这张牌的话 你就不会 打两个三银巨人 出来 你可能会打 可能中间会隔一个东西 或者是你会出一个事 反正就不会这么做 所以 端对于一些大手下 或是 一些 喜欢放毒手下的憨额 其实 这张牌有点可以惩罚它嘛 就是可以惩罚 就是有毒手下的 对手 比如说 对手是德鲁伊 他变身之后叫毒蜘蛛 那你就可以用超级队装去 来惩罚它 这张牌 比较有可能会 就是 禁购族的原因是 因为这是一张无费的 东西啦 而且它其实还是 蛮偏控制的 所以 假设你是打激素战的话 你其实 蛮有可能带这张牌 可能会带一张之类的 因为它其实某种程度上 可以抗一点块 它其实某种程度上 可以抗一点块 所以 可能 还行吗 可是你如果攻击那个手下之后 它如果死的话 我不知道那个手下 还会不会攻击 我猜是不会啦 所以 你可能还是想要 可是说实在 这真的就是很需要 场面上只有两个手下 是最好的状况 或者说你攻击 边边的手下 然后让它强制攻击 就是它左边或右边的那个手下 对 不过这张也是一张有趣的牌 就是 这其实也会考验 对手有百味能力之类的 所以 总而言之 我还是 还算喜欢这张牌吧 还行 接下来是这个 德鲁伊的新传说 四费三世 黏乎乎的 弗洛普 每次你玩一批 他在你的手上 他会变成一批 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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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是一个 变形憨哉 就是如果这张牌在你手中 会变形为你最后打出 这手下的三十分身 那就我看来的话 我觉得 这个东西其实会跟 德鲁伊 呃在 现在标准里面的两张牌 有比较大的关联 其中一个就是 丛林大怪兽 那丛林大怪兽你可以用这张 就是你如果是打 就是有蛮多东西的 这你可以 比如说 就是丛林大怪兽之后 要么有降到这个费用 要么没有 然后 他可以等于说可以取代一个 他比较像一个 比较便宜的无面的感觉啦 然后你可以 比如说你可以 无面另外一个 石油利反怪 或者是这可以当做 第二个石油利反怪 不过通常你不需要 第二个石油利反怪 你只需要无面而已 然后 他就可以直接来做 你原先无面想要做的事情 不过 他费用比无面少一 对 所以有可能 这张可以取代一个无面的位置 然后另外就是 假设你是蓝龙德的话 然后你带的是这个 传武蓝龙德 那你可以打一个蓝龙之后 然后 你把武器敲掉 然后 你还是没有出牌嘛 所以这张牌 还是会变成一个四费的蓝龙 你就再打一个四费蓝龙 然后你就可以 譬如说在无面 然后 再打 其他东西 譬如说两个星火之类 所以 这基本上我觉得都是取代无面的位置 不过我猜 应该有一些其他的应用 应该有一些其他的应用 不过目前我还没想到 我觉得其实跟任务里面 他的可能性可能会比较多 因为任务里面 一个低费的东西 搞不好 可以做比较多事 比如说 假设你用这张来取代一个无面的话 你其实会多一颗水晶 就假设你任务没有降到这个费用的话 你任务打出来之后 你没有降到这张费用 账户在手上 那你会多一颗水晶的话 你任务就可以再 比如说再多打一个 有升级过的必御法术史 然后或者是 再多打一个自然化来过嘲讽之类 所以其实 大概也是会取代掉一个无面啦 应用其实有点有点难看出来 因为毕竟现在 德鲁一比较强势的排大分都还是成长类型的 好 下一张是这个神奇的威姿邦 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牌 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牌 非常非常诡异的牌 就是它其实有显示说 就是你会放这张牌到牌组里面 然后 它会从18副牌组里面选一副牌组的样子 然后连你的英雄都会变成神奇的威姿邦这个憨宅 而且你内副牌里面就只要带神奇的威姿邦就好了 我不知道确定 就是到底实际上这张牌目前是怎么运作啊 因为 比如说你如果在竞技场选到它会发生 实在是它不会出现在竞技场 然后它的随机牌库 它的随机的18副牌是 你的 8个套牌中的其中一个吗 还是你 前18场对决中的其中一个 然后 如果是前18场对决 就是它 它会不会让你用你没有办法用的牌 我觉得有可能它会让你用你没有办法用的牌 然后 那样子用 神奇的威姿邦爬梯极就还蛮有趣 可是这样你不会不知道你的牌组是什么东西吗 理论上好像会耶 而且 它如果连你英雄都会取代掉的话 那是不是 就是 我不确定的东西还蛮多的 第一个是他们是说 它会用18副 随机套牌中的 套 来 就是进行游戏 然后 第一个我不知道是这18套随机套牌里面是 是18套 专属于神奇威姿邦的套牌 然后它从中抽一个来用 还是从 之前的过往的18副牌里面抽一个来用 那如果是 我觉得比较有可能是从 就是比如说对手或是其他哪里生成18副套牌 可是如果说是这个家伙专属的18副套牌的话 这事情又更有趣然后 这样也代表就是设计师们 创造 就是为了这副牌其实创造的非常非常 罗涵牌之类的 我在想如果说这18副牌 真的太强的话 那比赛如果看到神奇的威姿邦打 神奇的威姿邦的话 代表说其实你可以用其他方法来 找第9个英雄 这第10个英雄 这其实有点第10个英雄的感觉 而且这还不是英雄卡 这就是一个憨手下而已 讲够久了 好的 接下来是一系列 德鲁伊的 树人牌 这是一个两费二三的树木学家 这张牌其实我个人认为还蛮强的 就是 他是一个两费二三体质 已经比非常非常多发现都好 虽然他 这个发现是要有条件的发现 可是对德鲁伊来说 发现一个法术其实 非常强 对德鲁伊来说发现一个法术 其实非常强 因为 但德鲁伊有非常多的好法术 而且是发现 所以 你很容易拿到一个好法术 而且你如果是打 树人系列的东西的话 你可能连 就是凶蛮咆哮这种牌 都会是好牌 就是凶蛮咆哮 寻岛出入 六光森林 灰迹 神之人 神之人 神之魂大概都草牌 所以 这个家伙其实是一张非常非常强的牌 而且他体质其实是完全 不差的 我有一些以为这家伙是两费二人 然后我就想说 那好吧 那好像还有那么一点道理 就是 他们可能真的知道 张牌可能真的太强了 不过结果他是两费二三 那这个家伙好像真的就 啊 有一点op 因为如果你们还记得 之前有 这个乌鸦塑像的时候就是 那时候也还有翠玉德啦 所以你乌鸦塑像 就是你可以第一轮直接来找成长 所以代表你成长记忆会更高 可是这个家伙 其实也有一举同工之妙 就是 你想必是会想要在 牌组里面放咆哮的 就假设你是 是路人牌组的话 或是抽牌 那 这家伙会帮助你更稳定的做到这件事情 那 就是一张op牌 而且他才两费而已 真的很强 当然 呃 德鲁一现在其实 有一些东西会局限这张牌啊 就比如说 但蛮多德鲁一会想要带这个项目之幻 那这张牌其实就会跟项目之幻冲到 所以 可能就要做取 可是这张牌真的非常强 所以 蛮有可能会取代项目之幻的地位 接下来是下一张 下一张是这个绿化造景 是召唤两个22的树人 那你 最简单的 比较其实就是跟我们的 救费吗 呵呵呵 那我好像全部分掉了是不是 对 就是跟这个自然之力做比较 就是 这少两颗水晶 然后只少一个树人而已 所以 绿化造景很明显比自然之力还强 呃 这个 也很明显就是来 就是支援一下 然后树人系列牌组啊 那现在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到底 呃游戏中有多少 树人系列的牌 那 这边有看到就是 黑乌森林嘛 可是 其实现在没有人在用这张牌 然后 森林之文也会叫树人 然后自然之也会叫树人 然后赛纳流斯也会叫树人 那 那 他们是有讲说 这个 虎非这个活体法力 叫的二人手下 好像也是算树人那样 所以 如果说活体法力叫的憨宅 是算树人的话 结树人牌组就非常强 不过 应该要看大家 下一张大家才会 详细知道为什么 我会觉得他这么强 那下一张是这个 飞肥吞食者 死费八八冲刺 然后 等赛局中死亡 每个有方树人实习 是要好减少一 所以如果说活体法力也是树人的话 那这张牌就可以快速降费 这十费一下就变零费 因为 你如果T5准时下这个 呃 火体法力的话 其实你就会叫五个二人出来 然后对手通常也必须要处理 这些寒宅 不然 很容易被 咆哮之类的东西带走 或者是你可以 也可以慢慢给他换 然后 基本上你水晶还是补回来啊 不会会有节奏的问题就是 然后 你还可以用 刚刚讲这个 森林之魂来 做更多鼠人 所以 有点OP 就可以想象就是 在你打出 呃 一波火体法力之后 叫那些树人 然后那些树人死掉之后 你可以继续再用对肥吞死者来 就是 抢回 节奏啦 而且你可以就是 一面铺场 一面 呃 叫大怪 其实是非常OPOP的一件事情 这有点像是 一个更好的海巨人的感觉吧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不过其实现在那些树人的牌 可能也 稍微有点嫌少吧 不过当然也要看他们到底 有认定多少牌 多少张牌是树人 应该就只有我刚刚讲的那几张吧 其实战争古术跟 知识古术 可能也要算算做树人 这个 橡木术妖感觉也非常的树人 哈哈哈 不知道啊 可是大概不会这样算啦 大概应该是 就是必须要有树人这两个字 是不是今天最有一张牌啊 对 这就是今天最有一张牌 其实 就大概是这样 那他们有说 好像还德鲁一还有一张 跟树人有点点关系的牌 那到时候我们就再去看下去 不过大家可以 感觉出来就是 这次的资料片 其实每个 业 至少德鲁一这个职业定位 其实还满明确 就是 大家来玩树人得吧 想不到树人也会变成一个 特别事情吧 很有趣吧 哈哈哈哈 大家还是要看火笛法力 跟这个搭配啊 因为我觉得火笛法力 火笛法力的树人 其实是蛮难处理的 而且 就是通常对手 还是会轻一点 和树人 然后 这堆肥吞噬者就会变好 然后我们刚刚看到的 另外一张 那个拿 呃 发现法术的 其实会变得蛮好的 呃 今天影片就带到这边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订阅 还有 呃 按赞 然后还可以点一下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之后再见啦 拜拜